好 大家好 今天是6月30号周四 欢迎来到老王的复盘节目 再度感谢大家对老王的支持 这两天的赞点赞的速度是非常多的 希望大家继续坚持 好吧 希望大家继续给老王点赞 用你发财的手 麻烦你给老王点赞 希望也分享视频给你所有的朋友 喜欢股票的朋友还是坚持做股票 投资股票炒股票的朋友 同时点订阅等老网友下次有通知的话 你可以第一时间收到 好吧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6点钟 美国东部时间开盘之后的美国标普的走势 没有太大的变化 早盘出现了 刚刚的时候稍微往下走了走 道琼跌了100点 明天是美国的国庆的前夜 周一是修饰 那么很多朋友都很关心 美股是不是周明天会不会放烟火 扫一扫大家的内心当中的那种恐慌 或者说不愉快好好的过节 待会我在节目当中会说 那么现在我们看到整个的指数来看 虽然美光MU报了一个业绩的预警 但是纳斯达克没有跌 这是好现象 待会我可以跟大家讲 那么今天我要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刚刚CNBC的技术分析大咖 他将corder他点评了老王6月份 刚刚分析过的两个票 一个是特斯拉 一个是阿里巴巴 看看他如何说 是不是和老王说的一样 为什么老王说的和他一样 而且还比他还早 那么这就证明了老王也是一个技术分析的小咖 好吧 那么老王没有办法去CNBC 只能在中文网给大家分析大盘 那么我的分析 大家其实已经看到在6月的29号 也就是今天是周三 为什么周三哪还懂 能应该是周二对吧 老王说特斯拉看到320对吧 然后在6月8号我点评了阿里巴巴 我说要严重看涨阿里巴巴 没有反响 朋友们都给阿里巴巴伤的可谓不轻 因为阿里巴巴从高位的其实已经下跌了79% 因为咱们视频它有版权 所以我把他的讲的话稍微摘入了一下 如果大家想获得原来的视频 欢迎加入我们的电报群 大会大家扫一扫就可以去看我的 看我的这个连接 大家只要扫一扫电报群就可以拿到这个连接 或者加Chinesefe2022获得这个连接 那么这位大哥叫John Carter 以前也有位叫John叫John Murphy 还被SEC请过去喝咖啡 说他你为什么那么准 美光你说的票 怎么你一讲大盘这个股票就跌 为什么你讲一个股票就涨 一个讲一个股票就跌 所以把约翰莫菲的这个老分析师最后吓得退休了 那么现在来了一个John Carter 不好意思 这个不是我故意的 所以CNBC技术分析师很有影响力 他们连证监会都要请他们去喝咖啡 说你一讲的这个票 为什么一讲就随你的方向走 技术分析师说说我也不知道 对吧 那么今天他的最新的节目说到了阿里巴巴 他认为大家也看到了China Tech bounce back 说明他认为了股价已经无论是从趋势线已经突破 对吧 而且他的均线已经走了 走成了一个屏撞形向上突破 那么我来我来顺便说一下 特斯拉对不起阿里巴巴 那么阿里巴巴我认为如果我从浪的结构来看的话 我觉得他还是他的第一个下跌在78对吧 他现在这113 我觉得他还是面临二浪向上突破 变成大三浪的一个走势 虽然虽然很多朋友不怎么不怎么不怎么拽这个票 但是我个人觉得二浪到了97以后 我们走成了二浪到了这 然后咱们现在是第三浪铺半 面临一个向上的突破 那么这个如果向上这个是一二 如果是三 二浪回调突破120将会起飞 好吧 那么请大家继续注意 人家大咖看好阿里巴巴 那么还有一件不幸的事 卡特居然和老王说的一样 看右边看到了吗 他说450块的目标价 那么老王是320 那么也差了130 差不了多少 他说这个range是有一个叫diamond的一个转型 那么下跌的目标应该往450去了 所以不幸严重 当然老王的目标价还比他更恶劣一点 320 但是说明老王不是马后炮 是马前炮也伤害了很多股东们的心 有的朋友要如果见到我还还要打我 你留下你的名字 下次我要找你 你说的你要留言 好吧 技术分析就是技术分析 我对特斯拉可为非常非常的爱 但是没有办法 好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 今天大家非常关心 美国股市跌成狗了 那么明天总要放点烟火 我们股民开心开心 你拜登6月跌成狗了 另外7月1号也是咱们的季度的下半年的开始 对吧 所以很多朋友期待有没有放烟火 那么今天这个行情可以说是震的大家晕了 老王也被震晕了 但是我回头复盘 我的晕可谓说吃了晕 吃了晕传片是合理的 虽然老王今天来回打耳光 但是我觉得是非常合理 为什么这样说 因为昨天晚上非常诡异 在PCE和失业经人数申请出来之前 晚上我在睡觉前 大概在西部时间有约都是差不多睡觉了 一点钟的时候 突然大盘的破了3903这个点位 直接下跳直接下穿 然后跌到3000应该是多少3000 3000应该说3803这个位置 3903对吧 3903 昨天的对对不起3803 3803直接跌穿 然后最低的跌到3743 所以开盘的就是breakdown 然后一轮反弹 拉回了3823这个位置 那么从这个结构来看两种可能都有 明天要么就是破位 要么就是往上拉空拉爆也有可能 所以我在这个位置放了一个追涨单 在这个位置应该放一个撒跌单 这两种可能都非常有可能 那么明天如果说标普SPY对吧 他如果1212格局 如果我们来看一下它的60分钟图比较的 如果我们来看15分钟图15分钟图 15分钟图如果破这个位置 因为这个是第一浪的下跌 因为今天这个gap 我昨天以为二浪已经到了这个位置 但是今天的gapdown 露出了这个马脚 就是5浪在这里 所以今天是一个短期的底部 而我们冲进去 撒跌也是没有错的 但是拉回来的 说明了他已经要做调整了 做调整的话可能会这样一波涨 这个是第一浪 第二浪三浪breakout的话会很凶猛 会很凶猛 所以大家要非常小心 做空的朋友 今天有一个朋友说老王你又上轨了 你加入我们队伍了 我坦白的讲 做空也不容易 做空也不容易 因为明天可能会被拉爆 拉爆 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 一定要小心 因为老王在明处很多人在暗处 老王说的我明天也是没有太大的把握 如果我们breakdown这个的话 这个大盘三浪暴跌 那么明天如果在这里拉爆的话 市场被判死缓 那么会有一波拉爆的行情 这一波二浪如果说咱们从60分钟图来看 这一波的行情 这一波的行情 如果在这个位置 一浪下跌 然后二浪反弹在这里位置拉爆 一般应该不会去超越第一浪 第一浪的下跌 第一浪的位置 如果到这个位置就改变了 当然我不相信会爆到390 但是请各位注意一下 你做空 你能够承受接近差不多10块钱的 SPY的一个逼空行情 明天有可能发生 明天有可能发生了 所以如果你做空的话 在这里一定要知道停损 一定要知道停损 好 那么明天可能拉爆到这个位置 然后再转头向下 对吧 这个也是一浪 这是二浪 二浪只要爆超过一浪的高就可以了 所以要非常小心 好吧 说容易 你每天到老王这边 破喷一下 你很简单 你破一下破墨 老王可是真金白银 和大家一起干 做不好还被人家骂 对吧 老王你怎么搞得我们云头转向 那么从波浪理论来讲的话 的确要非常小心 因为因为这个是one to break out 有可能一直到这个位置 大哥你做空的大哥 你叫老王说 老王在这里做空的话 参加你的部队真的被这个被歼灭了 这个被歼灭两种都有可能 明天到底怎么样 我不知道 对吧 今天咱们MU报了业绩不好 但是大盘还是在这里拉来拉去 但是现在看来还是看不清楚 老王只是马前炮 不是马后炮 好吧 那么还有一件事我想跟大家讲非常重要 这是我的老师发的关于UVXY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大家看一下这是UVXY它的股票 下面的Bullinger Band 这个技术指标 就像咱们RSI和moving area45天 那么大家看一下45个period 那么现在大家看一下 每一次Bullinger Band Widers这个指标 布林线这个指标 如果跌破14.2 你看这一波的时候 砰一下 砰起来了 对吧 这个位置 对吧 对吧 大家看一下2022年 他这个位置喷一下 碰到20 这一个下碰到20 这次又到了 所以今天我买了UVXY 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 大家要注意一下UVXY可能要起飞了 那么时间支窗6月28号 下一个时间支窗是7月13号 我偏向于看跌 那么我们还有昨天的 就是对冲基金之王 Steve 科恩的地址发的UVXY VX的底部已经到来的报告 欢迎大家随后加我的微信 昨天可能有些朋友没有加我的微信 所以今天咱们说一下我们的微信有的福利 第一咱们参加老王的直播间 明天和老王一起奋斗 你不要说我你可以和老王的直播 你会长很多知识 每天8点钟到4点钟 一天一杯咖啡钱 No.1 第二获得John Carter的视频 加入老王的微信 Chinese FM2022 第三获得Steve 科恩的报告 就是Steve 科恩弟子的报告 就是关于VIXX的底部的研究报告 好吧 欢迎大家加老王的微信和电报群 这是老王的电报群 用电用手机扫一扫 非常感谢各位的收看 今天祝大家周四晚上愉快 明天赚赚赚拜拜